华灯初上 是指说天色刚暗家家户户开始点灯的时刻 本剧以一家名为光的日式酒店为故事背景 讲述80年代在酒店上班的小姐们的爱恨焦居 主角罗宇农由林辛鲁饰演 第一名主角则由杨锦华饰演苏庆仪 罗宇农又被称为罗斯妈妈 而苏庆仪则被称为苏妈妈 两位是光的妈妈桑 华灯初上是一部三季的影集 日前播出了第一季 由于许多知名演员都有参与演出 让华灯初上更是备受关注 你看了吗 大家好我是主宁 身为一个90年代出身的创作者 在观看整个80年代的故事时 很难说自己有共鸣啊 怀旧情怀被唤起 但却充满了对那个时代的建构 那时候人们的穿着 语言文化甚至是民情风俗 当然不是说距离就真的是很真实的呈现那个年代 这可能要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朋友们才能够讲出这样的发言 但我想讲的是 华灯初上让我看到的是过去可能的样貌 第一季总计八季 三季已经拍摄完毕 第二季也预计会在12月底上线 看完华灯初上呢 我沉淀了好几天 我一直在思考整个故事 不只是被编剧扯着鼻子走的去思考凶手 还有这些小姐们的喜怒哀乐 今天的影片会分享我的感想以及解析为主 担心抱怨的朋友呢 请自行斟酌观赏啦 精美的三庄与美术 我想应该不用再多说了 让我陷入沉默的更是整整八集 我有点迷失在那个光的酒店里面 从编剧导演带我们去看的视角来看 整个故事的调性似乎非常的冷漠和哀戚 编剧的叙事总是让我们先看见结果 才带我们追本溯源的去看看人物的动机 但又不愿意让他们说的太多 反而是让观众看见这些角色的行动 每个角色都说一点 可又说的清清浅浅 就像是在挑起观众的好奇心一样 八集以来 我们能看见每个角色在感情中追逐、驻足、跌倒 开始在讲这些酒店小姐们追求爱情的样子 但在导演的引领下 比起感情让观众看到更多的却是欲望 大部分的时间里面 编剧都没有太深入角色的情感面 让我们冷静又轻巧的去看待这些小姐们 可这又有点像是编剧有点旁敲侧击的 在问观众说 你觉得他们值得被爱吗? 时代重回80年代 我不知道那时候社会开放程度如何 但一定比现在还要再封闭一些 面对这些酒店小姐 大部分的人们看待她们的眼光 可能就和王爱莲的母亲一样 觉得肮脏、不知廉耻 连带的就连她们自己看待自我的眼光 都难免有些激进 很有趣的是 店里四位小姐和两位妈妈桑 就写出了完全不同的故事 但也同时为爱付出了完全不同的代价 舒庆怡 聪明、机敏也相对稳重 内敛是个大部分将自己真实想法藏起来的女子 总是理性的她却在爱情上特别刚烈 努力想藏起真实的自己来避免受伤 但却藏不住那猛烈渴望被爱的欲望 让她重视会让雨农失望 也希望能够被爱一次 即使她心里很清楚将来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仍然克制不住自己强烈的情感和占有欲 最终甚至想用生命去交换永远 舒在我眼里看来是那种想成为在爱的人心里刻下永远的女子 她想要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 另一位和舒完全想反的罗宇农 性格外乡而直来直往 对辜负她的人她会大声斥责 对亏欠她的人她会掩饰不住厌恶 对警察也不会多一份尊敬 可能就像江翰所说的一样 她有别人没有的生命力 但也仍然是个爱的真切的女子 但还蛮有趣的是她在说面前假装自己会不一样 却在背后交集着江翰都没有联络她 这一个情节上的隐藏呢 或许也强着一份她对这份情感的期待 曾经被辜负、被冷落、被遗忘在监狱里的雨农 也想在江翰身上找到自己值得被爱的证据 年资最大的阿忌 与其说她在追求爱情 我更相信她是在遵循自己的欲望 她求的不是爱 是一个翻身的机会 从她为了听六合才广播 放中春先生自己一个人就可以知道了 而谢心颖饰演的黄百合 造型上真的让我非常惊艳 故事走向上 她爱上了一个在牛郎店工作的亨利 以百合的外形、性格 势必可以遇见更好的另一半 但或许也是因为自尊心高 她选择了有相同出身的亨利 但或许也是想要收获真正的爱情啦 明明知道亨利对她也有些半哄半骗 她也宁愿只看自己想看的那一面 百合不惜犯法也要守顾自己的爱情 旁观者可以很清醒的告诉她 那都是假的 就像书告诉百合的一样 百合当时回应书说 真真假假谁知道呢 以百合的聪明伶俐 我不相信她不怀疑亨利的真心 但也许就是那一份渴望被爱的心情 让她就算是假的也想要奋不顾身 郭雪芙饰演的王爱莲 爱子就是一个激进的大学生 还不够成熟 但又被家里逼急了 半只脚踩进了这个封城社会 我还蛮欣赏爱子的勇气 但也蛮厌恶她的过度自信 过度自信一方面也显现出她的自卑感 对何语文有几分好感 却又嫉妒被语文喜欢上的书 因此为了证明自己更好更值得被喜欢 所以才去戳破了书庆颖和蒋汉的玻璃纸 但相较于大人的爱恨情仇 爱子和何玉恩的纯纯互动剧情线 还蛮让我感动的啦 最后其实是我最喜欢的角色 流影岩饰演的李淑花花子 这个角色用短短节目就交代了她的惨淡的过去 曾经卖过也做过老陆 今天来到了这个只卖校不卖生的光工作 性格单纯善良 当她被阿达乐去跳舞的时候还说 被喜欢的感觉好好哦 曾经是为欲望工作的傀儡 难以体会到被喜欢的感觉 剧中被强暴后丢在路边的戏码 这一段雨夜花一下 我也很难不被这个瞬间给溜住 突然有一种原来雨夜花 也可以讲一个这样的故事的感觉 但从这段去看 也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到 编剧对她们的情感情绪是很保留的在描写的 每个角色疼痛厌恶都让观众很短暂的感受一下而已 所以比起情无感受更深的是 欲 每个人物的互动都是很出自于欲望本能的 很少有她们互相了解的戏码 更多的是她们互相抚摸安慰的镜头 每个画面都在告诉观众说 她们渴望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的 也想冲动的勇敢的去爱人 不论资格与否 不论贵与否 她们都想相信自己是一个能够拥有爱情的平凡人 但其中 苏却走向另一个极端 故事起头 苏曾经问雨荣说 我们会不会这辈子就这样子啦 爱你的你不爱 爱上的永远不会是你该爱的人 反映出这些角色们 不只渴望被爱 她们也渴望拥有一个平凡相爱的故事 现在活着去看苏宇龙回答书的方式也很怪异 苏宇龙回答说 那是你我才不会这样 这里很明显是编剧想引出江翰这个角色而已啦 但我觉得还蛮好笑的 我才不会这样回答我闺蜜 是我听到这样的回报 我还不打我闺蜜一顿 但其实我也很清楚 这个问题没有人可以讲出一个 绝对的答案 可是却还是会心存希望的 有人可以充满自信的告诉你 绝对可以找到一个你爱的 他也爱你的人 但这里或许也是编剧狡诈的地方啦 他不屑让他们说出他们真实的渴望 而是让观众去感受 而巴基下来呢 大部分角色也都渐渐的在往相爱的故事奔去 但只有苏因为对爱情失望透顶 最后选择了一个至少是爱他的人 理性的放弃的那种童话般的相爱的故事 可是他却被杀死了 为什么而死 第一季还没有揭露 目前看起来凶手当时是用盾气砸上了苏的头部 才导致苏的离世 这样的行凶方式很有可能是临时起义 警察提到拖行了很远才要背起了尸体 说凶手的力气很大 这里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凶手是难心亦或是有共犯 但都没有提到脚印 就不知道共犯的可能性 但综合一下 百合和亨利是目前看起来最有可能的凶手 但以苏在剧中的地位 因为一对小情侣想找回被拿走的白粉而被杀死 就显得好像有点可惜了 一个左脚的死亡坚立在他的利益上 对于一个至少一记的主角来说 应该是不够所说服力的 苏最后章不再相信童话故事般的美好结局 但我想像如果想要让花灯出上 这个故事显得更有血有肉 也许往苏是为了保护自己所爱的人而死来发展 会让这个角色的牺牲显得更让观众动情 当然那只是我的瞎猜 第一记注重在现在和欲望上 也许第二记就可以窥探出更多角色的过去和情感 凶手应该是至少会在第一记已经出场过的人物啦 但或许有些情爱纠葛是我们还没有看见的 延续我刚刚的猜测 大家可以听听看就好 那刚刚我所说的苏所爱的人 当然不是指江汉而是指罗宇农 这故事里面和宇农有交错的人物其实不多 也就江汉前夫和我们的帅大叔刑警潘文成 江汉感觉戏份不会再延续下去 潘文成则看起来会和宇农发展感情线 最神秘的就是由郑原唱饰演的吴绍强 一记的篇幅也没有交代到 宇农到底为什么为了前夫去坐牢 感觉是一条蛮有可能的因果线 搞不好凶手会是宇农的前夫 但到底凶手会是谁 目前真的也很难说 毕竟整整三季的故事我们也只看了三分之一 也欢迎大家和我分享你们的推测和感想 嗯...八集下来我们就像是站在酒店外面 隔着玻璃窗看这些小姐们的来来去去 好像有点理解他们 但其实也只看见他们笑脸淫人的招待客人而已 依然站在世俗的眼光中看待他们 希望第二季观众可以透过编导的叙事 离这些角色再更近一点 让我们更能够感受到这些小姐们的情感 但也不得不说这些小姐们的恩怨情仇 搭上一条凶杀线 还是非常让人有看下去的欲望 不知道大家怎么觉得呢 多欢迎在下面和我分享哦 好今天的解析和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卓妮 拜拜 观众 Esc Präsident 观众 harmon Ghost 我 观众 tain 兒